大家好,8月18日第七部视频 最近很多网友发现网上都有这么一则通告 就是某某省或者某某市 关于加强进口冷链食品 防治新冠病毒的方案或者是措施 这么一则通告 这个通告网上也有很多是 手机上也在推送这种防疫消息 这个抬头呢 可能不是一个地方 有北京的大连的西安的 河泽的青岛的济南的 上海的等等 好多地方都有 可能措辞 各方面有所不同 但大同小异主要就是讲 加强这个冷链 进口食品的管控 小心新冠病毒 因为这个第一是低温 第二是潮湿 这个冷酷冷链 运输 非常适合冰毒的存活和散布 其中还尤其指到了 厄瓜多耳白香 这些措施呢 有一些作用 但是想完全控制住病毒 很难大家都明白 只是尽量拖延时间 不要让病毒在更大范围之内 扩散 让大家尽量 这一段时间不接触 不购买 视频厂也不运送 不经营 工作的时候也不接触 这一类的物品 以防病毒传染或者是扩散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延缓 延缓到什么时候呢 两个目的 一等着病毒 随着不断的进化 毒性越来越差 很可能是传染性越来越强 早晚这个病毒会弱化到 人得了就像得一场普通感冒一样 危害性很小 那也就无所谓了 第二就是加紧研制药物和疫苗 病毒即使没有弱化毒性 但有了药有了疫苗也成 现在这个病毒很可能不会在自然界消失了 和当年的非典不一样 并不是说它的传播力和毒性比非典要强多少 那个还不重要 关键是当年的非典 管控的很及时 就限定在两三个城市 和其他的地方都只是那种很小的零星发布 管控好了就管控好了 一个发病就治疗一个 然后隔绝起来 很快这个病毒也就结束了 现在不一样 开始的措施不得力 全武汉的人全球散布 而且现在在自然界里 比方说下水道里 比方说猫科动物身上 甚至犬科动物身上 宠物身上 还有像北欧发现的 在这个 这个养殖的水塔 雕 这种动物的皮毛身上 都有大量的存在 还有很恐怖的就是 在这个冷电运输环节 涉及到了众多的肉类加工厂 海鲜加工厂 还有冷库 冷藏车 这些环节很难完全消毒 也就是说这个病毒 肯定与人类长期共存 现在只能是大家 注意卫生 注意防护 注意隔离 期盼着病毒 毒性越来越差 然后是这个 疫苗和药物早日出现 好在有些曙光了 疫苗为了安抚人心也好 还是真的也好 说是已经有几十种了 甚至上百种了 正在实验中 药物也是 老药再试一试 新药再研发一下 病毒也在很多国家发现 确实毒性在落化 但是传染性在增强了 没办法 只能忍着吧 个人多多注意 拜拜